兄弟们给大家来看一下几千块就能获得的快乐零部语言 这台车呢是我花几千块收的 13年的零部语言 使动挡1.3的窒息排量 这台车其实是一台很好玩的车 几千块使动挡的乐趣 大家上这么一个小的车身 它整个车身的比例是非常适合去改装改设的 而且这台车它虽然是一个小车 但是它的底盘的质感在高速上行驶的质感 以及说走城市的坑洼路段 它的底盘带给你的感觉真的是很紧实的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玩家喜欢去玩这台车 而且零部的发动机的技术真的可以 你看这台13年的发动机1.3排量的 它整个的运转效果很平素 你听这个怠速的声音 你看整个车身底盘是非常工整的 那今天我也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下这台车的几个缺点 就希望你在购买之前一定要注意 首先是1.5和1.3的选择 为什么很多人都推荐买1.5的发动机 因为那台发动机它比1.3的发动机的技术呢更新 1.3呢是以前的老发动机了 而且1.5的发动机呢虽然排量多了0.2 但是它的油耗从理论来讲的话要比这个1.3的更低 但1.3的发动机并没有可取出了 同年份的发动机的话1.5要比1.3呢贵几千块钱 你想啊整个车的车价才几千块 贵出的几千块我觉得值不了这么多的溢价 而且说实话两个发动机的动力 你开起来以后其实没有多大的区别 只要你舍得给油 第二点就是这个车的油耗 不管是1.5还是1.3的发动机 其实它从今天的视角来看的话 都是比较费油的 我这台车呢1.3的排量是 加满了油以后只跑了300多公里 然后我之前用OBD读取的 它的油耗数据是8.3升每百公里 我觉得整个油耗数据还是比较夸张的 而且如果说你要买自动档的话 那么这个油耗只会更高 而第三点呢是方向的问题 这个车的方向呢它是比较偏重的 如果你不能适应这个转向力度的话 那么你可以在网上去买一个更轻的方向机 但是有个问题啊 这个改装了以后呢 因为整台车它整个尺寸是偏小的 你在高速上呢 可能开起来就会比较晃晃悠悠的 第四点就是它的空间 它的后排座椅的空间呢 其实在这个级别里面 我觉得是完全够用的 但问题是这个后备箱啊 基本上就装不了什么东西了 这个你要考虑一下 不过我觉得对于玩乐车型来说 后备箱小 它也有小的优点 好处就是整个车身的比例 非常的协调 你更加的适合去改装 所以不管你是拿来玩乐也好 还是想把它当做自己人生中的第一台车 在你了解了以上缺点之后 你仍然觉得这台车还可以的话 那么它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